道路品质再升级 台中市中明南路跨越东南西区 是环状路网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么市府积极争取中央前瞻预算 加上了自筹款共1.54亿 从南屯路一段到国光路 改善3.4公里道路铺面 才分段施工 预计明年底完工 第一产开工顺利 建设局长陈大田吸手众人 进行开工典礼 中明南路串联东南西区 是台中市区环状路网 相当重要的一环 市府成功争取中央经费 加上自筹款共1.54亿 启动道路改善工程 它长3.4公里 那它这次的总经费 花费到1.5亿 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工程 因为中间我们改善了 这个15个路口 那创造了33个庇护岛 也有34个的共感 中间的一个优化 另外呢 我们也将许多的缆线都下地 那我们也把我们的人行道 拓宽到3米 改善了我们路口的照明 所以这是非常具有这个指标 而且对我们行的安全 非常有意义的 沿着中明南路 从南屯路一段到国光路 预计改善3.43公里 不只道路铺面 更秉持人本环境原则 增色庇护岛 拓宽人行道 并迁移电箱障碍物等 工程彩分段 施作把交通影响 降到最低 预计明年10月底就能完工 预计的工期 大概是10个月到11个月 我们会分期分段 尽量减少交通的冲击 在这个施工期间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同胞 好朋友能够体谅 这一段时间也在地很多居民 也都陆续反映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 向中央争取的经费 那市政府非常重视 同时来做这个铺平的工作 那也希望说给我们所有的用路人 一个非常平安 而且非常好的一个行路环境 市府编列经费改善军列破损道路 要让用路人行得更安全 再拜 新兜